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习近平被迫找出路 中共在国际压力山大 腊平堂之乱 中国专家说出了真话 别买别吃 以色列恐入侵里巴嫩 要居民历撤 三迹象不寻常 以色列和真主党持续交火之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禁用通讯设备 普京惨遭两盟友背叛 这两国被迫偷偷提供大量军火给乌克兰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一 我们在视频的结尾会介绍阿波罗网副频道的今日内容 请您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超越同温层 做出最佳选择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被迫找出路 中共在国际压力山大 中国从去年开始全面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 日前宣布将逐步恢复进口 不过 中共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 要逐步恢复符合规范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相比于日本外务省宣布将会着实恢复进口 显得较为模糊不清 令人质疑日中在用语上是否彼此确认过 法广引述日经分析指出 现阶段无法推测中国将在何时 以何重程度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 在中国的表述中 如果日本新政权的对中政策令中国不满 中方可能会以各种借口推迟恢复进口 该报道引述相关人士多半认为 日中这次协议的主导权在中共手上 也可以解释成 中共拿着日本期待许久的恢复水产品进口 作为人质 报道分析说 美国11月即将举行总统大选 但无论是民主党现任副总统贺锦丽 或是共和党前总统川普当选 预料从川普政府以来的美中对立局面将持续 此外 中共目前面临不动产市场与经济不景气等严重问题 短期内也难以见到经济复苏的乐观前景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政府不得不再对美中关系之外寻找出路 而这条出路就是与亚洲各国以及欧盟的外交关系 而在周边亚洲各国当中 经济规模较大的邻国日本韩国尤为重要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27日登场 实际上也是选出首相岸田文雄的继任者 目前9名候选人中 围绕安保以经济为中心的对中政策 以及台湾问题等展开激烈讨论 中共希望在下个月日本新政权诞生之前 重新调整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 而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 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 当然也因为中国市场对于日本水产品有需求 腊平糖之乱 中国专家说出了真话 别买别吃 近年来中国许多食品进入台湾 腊平糖就是最新爆红的一项 各项电商平台都能轻易买到 不过里面成分到底是什么 引发实案疑虑 不仅台湾卫福部警示 其未经过正常检验与输入许可程序 若公开贩售便是违法行为 连中国自家多名专家都急劝别买别吃 中国媒体新浪财经就直接以不要买不要吃 这款网红零食或含之爱物为题报道 它所谓的网红零食指的就是腊平糖 文中描述 它是用风辣制成的一种糖制品 其外壳由风辣在模具中固定成型 里面包裹糖浆和口香糖类似 在各种影音平台上 更不乏出现找儿童来代言的画面 新浪财经引述食品工程专家云无新的说法 腊平糖最大的问题在于 产品包装上什么资讯都没有 没有生产厂家 没有配方 没有生产许可证 不知道产品是否符合最低程度的卫生标准 是否符合各项安全指标 呼吁监管部门应立即行动 任何会放进嘴里的东西 都应该采取食品卫生标准管制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范志宏提醒 零食要避免盲目跟风 腊平糖属于新品类 目前缺乏相关品质标准和调查数据 不清楚色素成分是什么 更怕各商家使用的不是疯辣 有其他污染成分 最好别买别吃 以色列恐入侵黎巴嫩 要居民立扯 三迹象不寻常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升级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近日表示 以军已对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据点展开新一波打击 并呼吁黎巴嫩南部居民立即撤离 哈加里未否认地面入侵的可能性 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确保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安全 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邮报 评论哈加里的撤离警告有三点不寻常 首先 警告仅针对尚未撤离的居民 其次 警告并未要求完全撤离 也未提供安全撤离区域 最后 这次行动更侧重空袭打击 而非地面入侵 哈加里展示了真主党从民房发射武器的证据 并警告黎巴嫩民众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国际法规定 如果攻击前有警告 且民用区域被用于军事目的 则这些区域可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9月23日 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数十次空袭 目标主要是真主党武器存出点 真主党则在9月22日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超过100枚火箭弹 报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以色列和真主党持续交火之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禁用通讯设备 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升级的背景下 伊朗革命卫队 IRGC命令其成员停止使用所有通讯设备 路透社独家报道称 真主党使用的输签台寻呼机和对讲机 在近期的袭击中爆炸 导致39人死亡 3000多人受伤 这一事件引发了伊朗方面的高度警觉 伊朗革命卫队正在展开大规模检查 不仅限于通讯设备 还包括其他可能被以色列特工渗透的设备 这些设备大多是自制或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的 伊朗担心其中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伊朗安全官员透露 革命卫队正在检查中高级成员的银行账户 旅游记录等 特别是针对伊朗革命卫队的中高级成员 以防止进一步的渗透和泄密 由于此事敏感 受访的官员要求不透露身份 他们还联系真主党进行技术评估 并将爆炸装置样本送往德黑兰进行分析 以确定袭击的源头 印度惨遭两盟友背叛 这两国被曝偷偷提供大量军火给乌克兰 印度与亚米尼亚 与乌俄战争中的角色非常微妙 新头科报道称 印度在乌俄战争中扮演了和什佬的角色 表面上保持中立 但实际上的角色却游走在灰色地带 根据外媒报道 印度制造的导弹借由欧洲客户转运至乌克兰 此交易已持续达一年之久 9月初 北约成员国捷克宣布 将从印度购买更多弹药 以支援乌克兰 此举显示出印度在战争中武器提供的重要性 过去捷克通过国际众筹计划 集资为乌军购买急需弹药 而印度集成为主要供应商之一 印度一方面从俄罗斯进口廉价石油 及天然气以赚取差价 另一方面也向北约国家出售武器 以此获取利益 尽管如此 两国在能源及武器贸易上的紧密关系 使得俄国难以彻底与之翻脸 印度为俄国重要武器买家 去年从俄国进口的武器进口量达60% 成为俄国重要经济支柱 这也是在俄国经历西方国家 对其严厉经济制裁的背景下 印度仍能与俄国不思破脸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 俄乌冲突中另一大军火供应商为亚美尼亚 根据保加利亚军事专家 伯伊科·尼克洛夫爆料 大批苏制S-300防空导弹系统 道尔和萨姆巴 壁湖野战防空系统 以及山毛举M1导弹 已经悄然通过高加索地区进入乌克兰 用来对抗俄军 而这些武器的来源之一 竟是俄罗斯的盟友 吉安组织成员国之一的亚美尼亚 这种苏制武器装备的流入 更进一步加剧了俄乌冲突中的复杂局势 今天副频道的最新内容是 快讯 以色列大规模空袭黎巴嫩 以军将发表声明 大陆网络传F16或远程引爆 苹果回应 大陆国产客机C919再出故障滑回 换空客直飞 肉麻效忠习总宣言 适合愿遭一窝端之后忙改口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一些观众询问 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 向下拉有副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通知 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